这次我要来介绍这个Transitional 那首先呢 我们先按这个新专案 也就是New Project的部分 那我们以一个狗狗的一天为例子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专场的范例 当我们选完New Project之后呢 要记得在Browse的部分 浏览浏览放在你所熟悉的位置 那如果在学校的话就放在桌面 然后取名字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去根据学校规定取学号 所以你就可以取一个你的学号 然后按OK进来 那进来之后去进入到这个Preset的部分样板 我上次有告诉过你们其实不要管它 然后直接按OK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素材先import进来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全选 然后按开启旧档 把素材先放进来 那记得我们要做的这个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先把这个sequence的设定设对哦 所以呢我就把我里头 其实这里头的影片都是那个MPEG-1的大小哦 所以你游标移上去 其实也可以看到它是3240 然后它的那个pixel size是1.0 那我也可以这样随便点一个 放进来还记得我们要改那个sequence settings 然后让它符合到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的大小 OK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那今天刚开始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用它的new item的功能哦 它里头包含了像说color bar 这里有bars and tone 也有看到HD bars and tone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不是减HD的quality 我们直接就用这个bars and tone 然后我们等会还会用到universal content leader 它是倒数 那正常的话呢 我们会有黑画面 然后color bar还有倒数 那在premiere里头它如果没有放东西其实也是黑画面 如果你要硬塞的话它也有break video 好那我们现在先放bars and tone进来 好你会发现这个设定是不是我们刚刚影片的设定了 所以如果你刚刚看到的这个new bars and tone的设定 不是我们影片的3240的设定的话 你一定要先重做一下哦 那对的话我们现在所设定的new item 它都会根据我们sequence的设定来提供正确的大小哦 好那bars and tone进来之后呢 它的预设长度是5秒钟 好那我现在只是要给你们看sample 所以我可以把它改到只有3秒钟 所以呢我把影片就是稍微追应一下 然后设到3秒的位置 我可以打300到3秒或者是 现在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哦 那一样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长度是5秒钟 我可以选择按3一点 这样也是3秒的意思 然后我先把这个声音先关掉 它有点吵因为有1k tone的声音 所以呢我就把它拉过来 这样也是到3秒的位置 然后你会发现当我刚好碰到3秒的时候呢 上面的那个bar的部分会出现一个白色的三角形 那就代表说我刚好已经吸附到3秒的位置了 这样会方便我们就是在这么小的画面下 可以精准的抓到我们要的位置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放倒数哦 那倒数一样在NewItem里头 它叫做UniversalContentLater 所以点进去之后它的设定一样是符合现在的Sequence设定哦 然后呢它这边又可以选择的部分 你可以去换颜色如果你要的话 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是已经很奇怪的是哦 那旁边这个选项呢就是通常我们在那个摄影棚里头啊 你在念543到21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不会念而是用笔的哦 那如果你希望最后两声呢希望它声音出来的话 你可以选择就是让它这些打勾 那如果你要它从头到尾都希望它笔出来的话呢 你就按这个选项 然后我按OK 这个呢正常你看我们点影片点两下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在这个Source的画面哦 可是呢这个UniversalContentLater呢是不会的哦 因为它有一些设定要让你去选择 所以它会另外开一个视窗 那所以要怎么去做这个倒数的剪辑呢 我们就把它拉上来有没有 然后呢我直接去选择我要的秒数 我现在只要三秒哦 所以我可以到快到的位置呢 再按键盘的左右键去抓到我要的位置 然后设硬点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只剩下三秒了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倒数呢放到我要的位置上来 好所以我刚刚放上来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会有那种吸附的感觉 好就代表我已经放到我要的位置了 然后我再用键盘下键让我到剪辑的最尾端 方便我再放另外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来放片头哦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在学校有提供那个免费的授权图库哦 那这个图呢就是从这个授权图库抓下来的 那它原来的样子是这样子的 一个娃娃跟一只狗 那今天因为我们在讲一个狗狗的故事哦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当封面的 但是因为它的背景 因为它是用illustrator做的哦 所以它用A 它的副打名是AI 然后它选的背景是透明背景 所以因为premiere它一打开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放任何东西的话 它的背景是黑色的 那这样在这个介绍小朋友的时候 感觉上有点暗调哦 所以你会希望有一点点明亮的感觉 所以我会希望在它的这个底层放一个图案 让它感觉像是比较明亮的色彩 所以呢 在premiere里头它有提供一个功能叫做 叫color matte 也就是你可以做一块色版的意思 那我现在选了一个色版的颜色 假设是蓝色好了 好那你可以在这边打蓝色 好那出现在左边 那我把它放在第一层 那记得以前我没有提过 就是premiere的这个排列方式呢 它每一层就跟photoshop一样 是有那种图层的概念哦 所以越下面就是被压来下面的感觉 所以你要谁要放在下面 谁要放在上面 就是根据那个图层压的那个概念来去思考 那现在图层放好了 我现在再放这个娃娃进来哦 那你会发现这娃娃有点大对不对 那怎么调整呢 我们点的这个图 好要点两下 进来之后这边有个effect control 可以去改设定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我改的是这一个 那现在因为我把图点两下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 它告诉我现在正在编辑哪个档案哦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写source sequence01 sequence01就是这个 OK children08就是这个档 所以我可以确定它现在改的是这一个档案 好就是在看滩爱轴上面的这个档案 所以呢我进到effect control的部分呢 在motion的部分它是做大小啊 位置啊还有这个旋转这些的调整哦 那我们今天先动这个scale的部分 三角把它打开 然后我可以把档案缩小 你可以看到右边的娃娃有没有缩小的感觉 OK 大概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按motion它会出现它的边框 我把它拉到我要的位置 你会觉得看起来这个娃娃有点模糊哦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设定的大小是 最适合的视窗的size 我可以把它调到百分之百 尤其你在做图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做这件事哦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的图是不是 是清楚的 尤其在百分之百的画面下是最准的哦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看到它是没有清楚的话 你就一定要换图了 因为代表你怎么去调整它都不会变漂亮哦 所以一定要记得是在百分之百哦 Full Resolution的就是全解析度的画面下看 它是不是正常的 好那次的话我们现在再来剪title哦 还记得上次我们设的newtitle 好那我就在这边打上去 title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是直接把这个 这个游标是移在那个娃娃的那个位置哦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它现在跟这个colormat的关系 就是跟底层的关系 然后你字怎么打 比较清楚的会被看到 ok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去调整它 比如说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调整它的 它的颜色 通常 小朋友的我会比较 故意找一些 比较明亮的色彩 然后你也可以选比较活泼的字形 那这些都是可以选的 然后没有问题之后 你会发现A者没上去 因为在下面这里 你自己要把它再叠上去 ok那这样子我们title就完成了 好那title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铺音乐 那我们用的音乐呢 是这个动动歌 所以呢 我先把它放进来 你可以直接就是title出来的时候就出现 或者是说 你希望title结束之后再出现都可以看你自己高兴哦 然后你可以打开它看一下 它是有做fetting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不去动它 好 然后现在呢 我要去放入 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要放的是 在狗笼内的这个档案哦 那再进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它前面 好 你会听到刚刚的那个声音 有没有 就是很吵哦 那基本上 因为我们有设这个音乐 所以基本上 我不会去用它的声音哦 好 那但是刚刚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 我先把那个声音呢 先暂停哦 这样我比较能够清楚的看到 我要的位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要它大概眼睛睁开的地方 所以我就选了硬点 所以我就选了硬点 然后我再抓一个out点的位置 OK 好 选好out点 然后呢 我只要声音 影片进来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符号 对不对 这个是影片 你有看到它因为写什么 就是只要抓影片就好了 那这边是可以只抓声音 OK 所以我就把影片的部分抓进来 OK 那现在出现的就是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 Pen很明显的状况哦 那我现在要来这附近呢 去做转场哦 那我们刚倒数之后 进到主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这样子 有点蹦进来的感觉 虽然声音并没有蹦 对不对 那怎么样让这个画面看起来 是比较顺的进来 所以我可以开始来用转场哦 那我要用什么转场呢 比如说刚进来通常 我们会选择 比如说D2BREAK 这个呢就是 翻印的感觉 可是你在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奇怪 哇糟了 三个对不对 我到底要放哪一个呢 假设我放在最上面这里 你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样的 对不对 那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好虽然说 我可以在这边 看actual source 好看到我里头原来的东西 就你看到其实只有 这个dog story 好去做的这个 哦 在你的效果 这并不是我要的感觉哦 所以呢 我把它删除掉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做呢 好我会建议同学这样子 那我们就这样子选择这三层哦 然后呢 你按右键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一个选项 叫做nest 这个中文叫潮状哦 也就是把它的影片呢 整个压在一个sequence里头 你会发现它叫nested sequence 那我点两下的话 其实它就会打开这一个sequence 然后你还是可以进行编辑 然后呢 你出来又可以看到整个 放在同样的位置 拿同样的内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做的话 我们在设转场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哦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转场放进来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它这里出现了一个讯息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media呢 长度是不够的哦 insufficient 所以呢 他就说什么 这个转场 this transition will contain repeated friends 也就是他会拿这个在转这边的时候 他会拿这个影片的最后一个frame 不断的重复 不断重复 所以他的转场里头呢 那个遇到转场的画面的时候呢 他会出现的是最后 前面这个影片的最后一个影格 不断重复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的转场并不会是动态的哦 那相反这边也是 所以你会发现他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效果 那我点开他 好 你会看到他一样是一条一条的 好 因为他是黑的哦 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转的时候 他并没有 因为本来就是图啊 我其实也不太需要动啊 OK 那这样就是正常的了 那长度的话呢 可以怎么调整 像现在是center add cut 他预设是一秒钟 你也可以选择start add cut 那他就会在前面 那这样的结果就会是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 他的黑的部分 就会稍微多一点进来 好相对于刚刚center add cut的结果 或者你可以选择end add cut 他就会放在这个的后面 那如果你要调整他的长度的话 怎么调 你可以 either自己拉 可以吗 好 那你可以拉到你自己感觉的fuel 那你这边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改的长度到多少 好 或者是说你直接就在这边key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再让他恢复成原来的 这个center add cut 然后让他出现是一秒钟 好 那他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好 那ending的部分呢也是一样 让他入场 那这个进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进场的话 假设我现在想弄这个看看 所以呢 我就把它点进来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可以到一边另一边过不去 我可以点开他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边可以先play的时候 先看他出来的效果 ok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再拉长一点 可以吗 好 那一样我也可以选择center add cut 好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一样可以透 就是超出他这个 一秒的 这个到右边来的效果 那你会发现他左边这边是有影片的 那那个影片呢 是来自于前面这个在狗楼内的 他前面的画面 好 所以我过来的时候 你有发现 当我在做动态的效果的时候 有没有 那只狗是有在动的 有看到吗 好 那但是右边这边的话呢 因为他是静态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一条一条 他其实就是repeat 那个动态 对不起静态的图档 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动 ok 好 然后我们就做完了前面的转场 接下来我要来做这个影音的硬点奥点不一样的设定方式 那我们选择了这个答案叫命令吃饭 那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来吃饭饭 就是其他的部分其实是杂音很重的 那可是我又需要来吃饭饭的这句话 放在这个我们的影片里头 所以呢 我的影像可能要比较多 但是声音的部分我只要来吃饭饭的部分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设定 有的 我可以先进到这边有个工具 可以先选到Audio Phone 你可以看到其实刚刚来吃饭饭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声音档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抓到我要的硬点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要在这条线上设定 然后有一个Audio印 然后现在好像 再把它抓到一巴来 这个时候我看看哦 可不可以设Audio Out 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Video的部分还没有 所以我现在要再到回到Video的部分 它叫Composive Video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Composive Video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设影片Video的印奥点 那我们现在到比如说这个点 觉得OK 所以这时候呢 一样按Mark Sprite 这时候设Video印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跟这个声音的部分 它的印奥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去弄到后面的点 比如说到这里 然后我再设Audio点 然后我再设Audio点 一样是Mark Sprite Video Out 所以你可以看到 Video印点 Audio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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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开的 那我们现在再把素材放到我们的Tiline走上 你在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 如果照这样子放下去的话 我们原本的Audio的部分会被它压到 所以我们要把它先往上 让它不会跟原来的Audio去压到 放到这样之后再把它拉下来 那或者是说以后你也可以先把它锁住 那锁住之后呢 你在放的时候呢 它也一样会就是你放不进去 它就会让它自动隔开 这也是一个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来试试看怎么样把这个影片的速度做调整 那我们以这个快吃快吃光为例 它原来的影片呢有45秒19个 那要看一只狗狗吃这么久真的是蛮辛苦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影片看起来是比较好看的 OK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先抓下来 好 那你会发现它原来的档案有点大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缩小 OK 好 然后呢 这么长我要把它调整 所以呢 我可以先选一下 点一下两下 然后我们来调整 就譬如说 它这边是差不多快吃完了 那是在34秒的部分 好 可以看得到 然后它要抬头的时候 这真的吃蛮久的对不对 好 那就离开了 所以这边我可以设out点 然后呢 我在设前面的硬点 它从进来开始吃对不对 所以 我们可以让它差不多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不用从头开始对不对 好那我这样子先剪了一些 然后我可能还要继续剪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以去找到那个点 那怎么设呢 它叫Effect Control里头 看一下 点它进来 OK 所以你会看到time remapping 好这边有速度 也就是说我可以根据 我现在影片的速度来做一些些调整 好那 比如说我要它剩下一些些的时候 好这样子 那我就设一个 这叫keyframe 就是关键点 然后呢 我要把这后面调成正常速度 但是要把前面呢 调成快一点 那怎么调整 我刚刚设的这个关键影格之后呢 我现在可以去拉动后面的影片的速度 怎么拉 就是把这条线往上 当我在往上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影片缩短 有看到吗 OK 那它变成多长呢 你可以把游标移过去 它现在会出现说剩下23秒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我可以再稍微拉上去一点 OK 然后呢 这样拉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大概剩多长了 大概20秒 OK 我可能想要拉到15秒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这一点对 现在是15秒 然后呢 我就在这边按一下 再加上15秒 它告诉我大概位置在哪里 好那我就可以把它稍微的再往上一点 可以看到吗 然后呢 差不多之后呢 我就把它拉 这个叫做 嗯 就是从A的速度 掉到B的速度 你让它有一个缓冲的感觉 不要像一下子 小到这个正常的速度 会有点奇怪 然后我现在看的这样的速度 还差一点点 对不对 我可以再稍微往上拉一点 并不一定要拉那么刚好 其实我们现在期望的是说 如果有节拍点的话 可以抓的比较准 好那现在大概就会变成说 它很快速的吃 对不对 好 然后等到吃到这个点的时候 慢慢的变成正常速度 然后头抬起来 我们就可以做瘦的动作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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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